香港反送中運動遍地開花 港人提出五大訴求 卻一直得不到港府的正面回應 逃亡加拿大的中國人權律師朱順武表示 逃犯條例本身 並不是為了維護正常的民主法制 如果這個送中條例一旦通過 毫無疑問它首先的 就是一部關於政治迫害的法律 首先針對的就是在香港地面上 實施了針對中國政府的 要求中國民主、法治的 這樣一些行為的人進行政治迫害 抗議活動到現在已經逮捕了超過700人 這麼多的政治犯 都是涉及的對中國共產黨的冒犯 對中國政府利益的侵犯 他還指出 雖然政治犯或宗教團體成員 不在引渡條例範圍之內 但中共會構陷其刑事罪名 以達到引渡的目的 並且中國政府在泰國、在其他國家綁架 政治犯 這早已是惡名昭著的 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香港人以及全世界 都對這個送中條例保持高度的警惕 和激烈的反對的原因 他表示林鄭月娥對於港人反送中的處理 主張順水推舟聽命於中共 然而中共在反送中事件中 卻低估了香港人和平理性抗暴的堅強意志 即便特區政府真的做出一個所謂的妥協 卻不撤回這個條例 那麼要求民主的呼聲是絕對不會熄滅下去的 新唐人記者李威 加拿大溫哥華報導 謝謝大家